新加坡武装部队将继续朝向零死亡的目标前进 国防部长黄永红医生在国会针对国民服役死亡案例发表部长声明的时候说 当局以最严肃的态度看待每一起训练相关的死亡个案 接下来协助武装部队检视内部安全管理机制的外部专家团 将会参与所有致命案件的调查工作 并将针对调查结果提成一份公开报告 过去20年我国平均每年发生一起国民服役训练相关的死亡个案 去年9月21岁的全职国民服役人员曾宪政三级上市 在澳大利亚参加袋鼠演习的时候丧命 国防部长黄永红首次在国会公开澳洲昆士兰验尸官和武装部队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曾宪政事发时正指挥步兵战车使出复杂地形 不过战车被大石头卡住 他因此指示司机旋转驾驶盘 不料步兵车却侧翻 曾宪政被抛出去伤重不治 根据训练安全规定 士兵只有头和肩膀可以暴露在炮塔外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 曾宪政和队员都受过足够的训练 也有足够的能力参与演习 不过冰车内的夜市装置失灵 在这样的情况下 指挥官应该打开驾驶舱和车头灯 不过据司机透露 曾宪政为了不要暴露所在的位置 决定不开灯 王永宏也谈到了 近日在参加8公里快步行军后重暑逝世的 19岁服役人员李寒轩 王永宏指出 武装部队过去9年都没有士兵重暑身亡 武装部队正评估使用个人穿戴仪 实时监测士兵的身体状况 一个外部医疗团也将探讨采取进一步的管制措施 王永宏说 接下来协助国防部检视安全管理的外部专家团 将提供更多的帮助 包括参与训练死亡案例的调查工作 专家团也将审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提出疑问和观点 并会针对调查结果提供一份完整的公开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